大家好,我是大伟 人年纪大了以后就容易出现耳朵背 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年纪大了以后 你跟他讲话,他听不见你讲什么 总而是你要讲得很大声,跟他靠得很近 他才能听清 当然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现在有很多的中老的人也会出现什么呢 耳朵听力下降 耳朵里面有耳鸣 耳朵里面有一些难受 可能会有一些刺疼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有些人他去医院看也没看好 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养护的一个小方法 这个方法我感觉是非常管用的 但是跪在什么呢 跪在坚持一定要去坚持的去做 而且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怎么去做呢 我把眼镜下降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双手就像小剪刀 你看小剪刀 把我们的这个耳朵你看这样一夹 夹住夹住就可以了 夹住以后呢 你看 把这个往上去推 拉 看到没有 推 拉 推 拉 推 拉 你就反复去做 去做个多少下呢 我们去做一个30下到50下 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说最好啊 上点这个 擦点香 就是说把这边啊 上点这个护肤瓶 给它润滑一下 然后你再去做这个动作啊 非常的舒服 而且做完以后啊 你会发现这个脑子里面啊 都感觉很轻松啊 很自在的感觉啊 就是呃 我推荐的做的时间啊 我们最好是在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吃完饭以后你去做一次啊 就这样推 或者你洗完点的时候做一下 都可以 然后呢 晚上啊 你睡觉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啊 把这个动作做一下 一天做个两面 应该是更好的啊 所以这个方法呢 就分享给大家了 也希望大家把这个方法分享给身边的这个朋友和家人啊 非常好的一个小动作啊 每天做一做 我是大伟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每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